我被三了 交往一年的女朋友竟然是别人两个孩子的妈 郑主冲上门来给了我一拳头 把我打猛了 后来 新闻报道一对出轨男女被浇水连体送进医院 男的被迫阉割 女的失去生育能力 欺骗我就得付出代价 我和女友柳如烟谈恋爱一年了 她经常出差不在家 但对我极温柔 连我父母都说她是个值得娶的贤妻 但最近 我发现她有点不对劲 她出差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隔两三天才来找我 甚至一见到我就只谈睡觉 我一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 只认为她公私有事 而她对我有需求 想要多疼疼她 但今天晚上 我意外发现她背上 大腿上有瘀青 男人的直觉告诉我 这不是一般的瘀青 柳如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心思 一进门就往我怀里钻 李伟 这几天好想你啊 我很懂事地给她捏了捏小脚 顺便询问 你这背上怎么受伤了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眼神闪了闪 然后很快把我带入了房间 解释道 说完她就往我身上倒过来 全身开始不安分起来 我伸手阻止她 我今天太累了 不舒服 原以为她会心疼我 结果柳如烟脸上 似乎闪过一丝不怨 那什么时候可以疼我啊 李伟 我们都谈一年多恋爱了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我笑嘻嘻地回答她 没错 尽管我和柳如烟 谈了一年的恋爱 但我是个十分保守的男人 所以我和柳如烟 并没有实质性发生什么 但柳如烟好像 总是很着急这件事 今天她好像忍不了了 面色上都笼罩了一丝怒气 李伟 我是尊重你 可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我吧 我震惊 她最近总是隔三差五的出差 但无论她回来多晚 我都会强撑着睡意去车站接她 给她热饭 平时她要什么 我也是有求必应 这难道还不够体谅吗 婚前能忍住的男人又有几个 我算是二十四孝男友了吧 看她似乎真的生气了 我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那过两天 你带我去见见你的父母吧 把我们的事定下来 柳如烟突然变了脸 也不生气了 搂着我脖子就要躺下 我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和柳如烟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她上班的公司离我很近 一次加班很晚 我走出大楼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 再加上刚受了领导的指责 我的心情不由地低落了起来 柳如烟就是这时 带着一把伞出现在了我面前 面带笑意 小哥哥 刚行淋着雨了 后来同行的时候 她也对我嘘寒问问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 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 进入公司没多久 每天加班熬夜到深夜 柳如烟是为数不多关心我的人 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心动了吧 后来柳如烟加我微信 给我表白 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在一起了 她每个月收入很低 两个人的生活费基本是我出的 但恋爱一年 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 甚至得到了我爸妈的认可 我仍旧记得最初的时候 柳如烟有些为难的对我说 李伟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 她告诉我 她平时的工作很忙 可能很少时间跟我在一起 我表示体谅 但最近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在一起时也表现出了对我的厌烦 叮咚 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是兄弟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柳如烟和一个陌生的男人 挽着手逛商场 还有说有笑 兄弟 李伟 我今天在商场拍到的 我怀疑柳如烟在外面有人了 你被骗了 我强撑着心里那股不适给兄弟发消息 顺便安慰自己 柳如烟和我说过 他有一个哥哥 那可能只是他的哥哥 隔天 兄弟约我去吃火锅 火锅店在一个商场附近 我们点了两杯果汁开始烫菜 兄弟就开启了他的八卦功能 讲真的 李伟 你真不怕柳如烟骗你啊 那男人长得可和他一点也不像 言下之意 那个男人应该不是柳如烟的哥哥 我吃了一口五花肉 麻辣的汤汁瞬间占据我的味蕾 模糊不清地回答 放心吧 柳如烟平时对我很好 怎么也不像会出轨的样子 兄弟不由地叹了口气 嘖嘖 恋爱中的男人啊 但很快 我就打脸了 或许是这家川菜火锅太辣了 我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疼痛 兄弟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先去上个厕所 说完 我拿着手机去了厕所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我洗好手刚走出厕所不久 突然感觉有人撞我一下 但力道不大 回头一看 一个月末两三岁的孩子正坐倒在地上 满脸委屈地盯着我 他穿着可爱的卡通衣服 整个人像个团子一样 我蹲下身去 把他扶了起来 叔叔 我找不到妈妈了 他说着 我带你去找爸爸 不要哭了 小朋友这才止住了哭声 然后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我 就这一瞬间 我突然愣住了 总觉得这孩子长得很熟悉 但又想不出来到底像谁 我在脑子里 把所有认识的人多过了一遍 还是想不出来 刚走出两步 突然有人拦住了我 你好 先生 这是我的儿子 尽管面前的男人西装革履 但仍然掩盖不住岁月和生活 在他脸上留下的一丝憔悴 但是他和昨天兄弟发给我的照片里的男人 长得一模一样 先生 男人仍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压下心中那模一样的感觉 扯出一抹笑容 刚刚你儿子走丢了 正说着要去找他爸爸呢 说吧 小孩子飞快地冲进了男人怀里 然后又开始哭喊起来 爸爸 妈妈怎么还不来 男人匆忙地朝我到了线 然后就抱着儿子走远了 鬼使神差的 我跟了上去 男人最终带着孩子上了私家车 我没有捕捉到任何可疑的信息 两天后 柳如烟出差回来了 他似乎喝了不少酒 一打开门的时候浑身都是酒气 我走上前去扶他坐在沙发上 他很快跟我抱怨 李伟 还是你好 从来不对我发脾气 我和柳如烟之间确实很少有争吵 因为我一直体谅他一个女人工作难 租房和日常生活的钱一直都是我在出 甚至过节的时候我还会给他发红包 当我凑近他想要帮他整理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端倪 他衣领上面有一股很淡的男士香水味 和今天商场里那个孩子的男士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若隐若现 我想起兄弟对我说的话 心忍不住一尘 这个时候就算我在懂事也忍不住了 我挽住他的胳膊 撞丝不经意的问 柳如烟 你有没有亲兄弟什么的 柳如烟皱了皱眉 毫不犹豫的回答 没有 我是家里的独女 你不是知道的吗 我心里的猜测又确定了几分 大概是喝的多了 柳如烟竟沉沉的睡了过去 突然 他的手机弹出了消息 屏幕亮了起来 好奇心驱使我拿过了他的手机 客户 老婆 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心里一惊 老婆 柳如烟不是我女朋友吗 我握着手机的手瞬间僵住 一旁柳如烟睡得正沉 我下意识地想要打开手机一探究竟 却突然想起我不知道他的密码 交往的日子以来 柳如烟很少有今天这样喝多了的现象 况且他一直很贤惠 没有出轨的迹象 或许 只是这个客户想要骚扰他 客户位的消息还在发过来 乐乐说想你了 随即发来一张图片 心里一直有个答案呼之欲出 好奇心让我悄悄靠近柳如烟 想要拿他的手指打开手机看看 手机屏幕触碰到柳如烟的大拇指 灵敏迅速地解开了 界面直接弹进了客户位的对话框 我一眼看到了图片 正是今天在商场见到的那个小男孩 一瞬间 我的心如楚冰叫 我颤抖着手点开客户位的朋友圈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在昨天 客户位 今天和老婆孩子出去了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 甚至一瞬间听不见周围任何声音 图片里的女人正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地点还是昨天那个商场 评论区清一色的祝福 原来昨天我和兄弟一起吃火锅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陪伴自己的老公和孩子 我如同被泼了一盆冰水 整个人都争住了 所以柳如烟真的在外面有人了 还生了孩子 那为什么又来和我在一起 看着那张一家三口奇乐融融的照片 我的心口传来一阵阵顿痛 突然 柳如烟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发现人被注是小乔 他同公司的好闺蜜 小乔 怎么样 柳如烟 你老公最近又来找我问话 你偷偷和野男人在一起的事情是不是被发现了 我忍不住浑身颤抖 整个人都开始变得不冷静起来 如果说刚刚我还在为柳如烟寻找理由 现在却是无比的确信 我真的被人三了 所以我现在这一年又算什么呢 我不要想起自己本打算存的钱都花在了柳如烟身上 用来支出日常生活费用 可现在我才发现 他竟然是个已婚人士 更可笑的是 我竟然还是那个破坏婚姻的男小三 原来兄弟说的都是真的 柳如烟真的一直在骗我 我不自觉的捏紧了拳头 愤怒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一定要让柳如烟付出代价 或许是手机的冰冷触感 柳如烟这时翻了个身 眼睛迷迷糊糊的睁开了 我下意识的迅速把手机退回主夜西平 李伟 你在干嘛 我心底一片冰凉 面上却抢扯出一抹笑意 刚想抱你回房睡觉来着 柳如烟点了点头 然后撑着沙发站了起来 房间里 柳如烟习惯性的搂着我沉沉睡去 可我心里却抗拒得要死 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 柳如烟喝醉了都还在呢喃 李伟 在外面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我得请他们吃饭 这个月我又没钱了 按照以往 我总会给他煮一碗醒酒汤 并且十分心疼地把自己的工资交给他 但现在 我只觉得面前的人十分恶心 浑身都起了层鸡皮疙瘩 从认识柳如烟到和他在一起的这一年 柳如烟经常出差忙于公务 据他所说 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现在看来 哪里是什么为了以后 分明是脚踏两只船的婚妹出轨 我甚至难以想象 跟我交往一年的女友 平日里对我体贴周到 实际上却已经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一想到这 我就开始反胃 我不能就此妥协 很快 一个完美的报复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 第二天 我把这事告诉了我兄弟 兄弟一份填膺 这种女人真的太恶心了 你等着 我这就收拾好衣服跟你一起去揍她 我连忙阻止她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让她知道教训 你能帮我拿到她老公的联系方式吗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 我可是万事通 谢谢你 兄弟 我知道 兄弟是富二代 身边资源无数 想拿到联系方式一如反掌 很快 兄弟把柳如烟老公的电话号码发了过来 兄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再和我说 和张浩见面的过程并不顺利 期间我一共打过三次电话 前两次都被挂断 第三次过了好几分钟张浩才接通 声音有些不耐烦 谁啊 我还没说话 那边就传来一阵谩骂 敏锐的知觉告诉我那是柳如烟的声音 你有证据吗 你就说我出轨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敏感 期间还混杂着孩子的哭声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我那天在商场见到的小孩 柳如烟的声音离手机越来越近 我心里有一瞬的慌乱 幸好我谨慎的换了新的号码给张浩打电话 但为了避免被柳如烟发现 我还是先挂断了电话 等了两三个小时 再给张浩拨通了过去 这次他很快接通了 谁啊 我尽量平静的回答 张先生 你的老婆确实出轨了 我有证据 张浩明显激动了起来 但又带着压抑 你别骗人 你怎么会再知道 张先生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 我们得当面说 明天下午三点蓝山咖啡店我等你 说完 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因为我断定 张浩一定会来 次日下午 我恰作点进了咖啡馆 远远就看见张浩坐在角落里 心不在焉地看着手机 想必是急切想要知道柳如烟出轨的事 我走了过去 张先生你好 张浩迅速抬头 在看到我后有些讶异 你不是那天在商场的男人吗 我点了点头 开门见山 上次你在柳如烟的衣服上 留下了男士香水 第二天我在他衣服上 喷了其他男士香水 当天晚上 他衣服堆里又多出来了一支烟 很明显 明示在宣示主权 啪 张浩很快反应过来 整个人气场顿时乌云密布 把咖啡往桌子上一拍 你就是勾引柳如烟的那个男人 我擦了擦 见在身上的咖啡 张先生 我也是才知道柳如烟已经有妻儿了 柳如烟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自己是单身 张浩并不理会我的说辞 反而越说越激动 这就是你跑来当男小三的理由吗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和孩子过得有多难 都是因为你 男小三这个词狠狠刺痛了我 我看着近乎疯狂的张浩 或许是因为得知柳如烟出轨 今天他的遗胎并没有以往那么精致 反而多了几分疲态 不难看出 他已经被这段破碎的婚姻折磨得激进疯狂 等到张浩说完 我才轻轻把面前的温水递给他 如实地告诉他 张先生 其实我并不知道柳如烟是有妇之夫 他和我交往的时候 说自己是单身 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张浩愣愣地看着我 护地笑了一声 是啊 你这么帅气又年轻 犯不着和已婚女人在一起 他又没什么钱 也就我当初眼瞎了要娶他 你和他在一起多久了 他问 一年了 我答 张浩自嘲似地笑了一声 眼里的怒火却越来越盛 当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那么穷 家里亲戚还需要补贴 我家给了18万彩礼 他竟然在外面说自己单身 我苦笑了一声 在这一年里 生活费和房租都是我在付钱 他一直说自己挣钱辛苦 要经常外出 还要补贴家里 现在才知道 他是脚踏多只船 张浩一瞬间被愤怒冲锋了头脑 老子现在就回去砍死他 我连忙拦住他 张先生 我跟你一样 恨死了柳如烟 所以我们得让他付出点代价 而不是轻易地拆穿他 似乎是被我的话拉了回来 张浩深呼了口气 我犹豫了下 你还决定和柳如烟继续过下去吗 毕竟张浩和柳如烟还有个孩子 我肯定不能贸然做出伤害他的事 张浩却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之前总想着他没出轨 一直就这样自欺欺人地过着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真相 与其跟一个不爱我的人每天吵架 勉强维系婚姻 让孩子恐惧 还不如离婚过得痛快 张浩叹了口气说 其实我家本来挺有钱的 但当初我一一孤行要去柳如烟 我爸妈十分生气 连我的婚礼都没来参加 婚后柳如烟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从前 现在想想都过去三四年了 我是真的后悔 我默然 看来这个柳如烟还真的是个福家魔 专门坑骗男人的钱 幸好我提前看清了他 张先生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柳如烟还藏着其他秘密 张浩争住 什么秘密 逼他一把不就知道了 我缓缓说道 你是家里的独子 好几年没见了 你爸妈现在一定很想你 张浩有些听不明白 我给他解释 你总不能直接跟柳如烟离婚吧 必须让他近身出户 何况你还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呢 那怎么办 那就让他签保证书 他不是一直否认自己出轨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出轨的证据 只要再让他签下保证书 让他保证如果出轨的话 孩子和家里的财产得全部归你 他近身出户 我缓缓说道 张浩纳闷 可是你知道的 现在我和柳如烟闹得不可开交 想要他签协议肯定很困难 这时候就得先给他点甜头了 我笑了笑 三天过后 张浩给我发了消息 搞定了 配图是柳如烟已经签字画押的保证书 内容大致是 如果他被发现婚内出轨 必须近身出户 孩子抚养权和财产也归南方所有 很快我接到了张浩的电话 他是趁柳如烟出门的时候给我打来的 小李 我按照你的办法 先跟我爸妈见了一面 和好了 再向他们借了50万 然后告诉柳如烟 这是我爸妈拿给我们家的 你不知道 他当时对我态度180度大转变 立马软模硬泡的 要我把钱打他卡上 我趁机就提了条件 说我最近很没安全感 想要让他签订一个协议 他立马就答应了 我笑了笑 鱼儿上钩了 张浩冷哼一声 这种女人是真的恶心 我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你放心吧 这笔钱不会白拿给他的 很快他就要付出代价了 果然 大概是刚和张浩签了保证书 再加上张浩最近的怀疑 柳如烟一连三天都没有回我这了 我明知顾问的给他发消息 烟烟 你在哪呢 柳如烟过了半天才回答我 宝宝 最近又出差了 真的好累 我冷笑 累你妈呢 累 是害怕自己出轨被发现吧 现在正拿着那五十万 开心死了吧 我强忍着恶心回复他 那你多休息休息 早点回来 柳如烟没有再回复我 与此同时 张浩再次问小乔 最近柳如烟的去向 刚开始小乔还替柳如烟瞒着 后来我直接把小乔 勾引男同事的事情 告诉张浩 张浩威胁小乔 小乔这才不得不说出来 我猜测的没错 柳如烟果然还有秘密 在有张浩这个糟糠老公 和我这个一年男友的前提下 柳如烟又和一个 在健身房工作的男教练赵川 纠缠不清 按照小乔的话 柳如烟在半年前 就开始去那家健身房 时不时和赵川纠缠一下 在他得到那五十万之后 更是装作大款去健身房冲卡 赵川主动来勾搭柳如烟 柳如烟并没有拒绝 反而乐在其中 果然渣女就是渣女 给他一万次选择 他也是狗改不了吃香 不过这样倒是方便了 我和张浩的计划 一个星期后 柳如烟回到了我这里 一进门 他就一副疲态 浑身散发着酒气 我装模作样地上去扶过他 怎么了 这次出差怎么这么久 柳如烟张嘴就开始扯谎 李伟 我真的太累了 这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 对了 你这个月工资多少了 有没有拿到奖金提成了 我在心底冷笑 这个贱人每次都找我要钱 亏我以前恋爱脑相信他 每次都把钱交给了他 每期明曰存钱买房 实际上拿着我的钱又在外面鬼混 你别提了 这个月不仅没提成 工资还被扣了不少 我话音一转 你这次出差这么久 领导应该给你涨工资了吧 快把银行卡给我查查 一听见银行卡 尽管醉酒了 柳如烟还是立马警局了起来 哪有啊 你知道的 我们领导就是那样 我现在压根没什么钱 呵 一听见钱 就避之不及了 亏你以前吃饭请客的钱 还是我套的药包呢 我懂事地点点头 行 那你先坐坐 我去给你煮碗醒酒汤 柳如烟在沙发上坐下后 我转身去了厨房 给他热了碗醒酒汤 然后贤惠地端了出来 灯光下柳如烟接过我手中的汤 语气满足 李伟 还是你对我最好 快喝吧 一会该凉了 我笑着提醒他 真当你是皇帝选妃啊 还对你最好 更好的还在后头呢 大概是太过口渴 柳如烟竟然一分不胜地 全部喝了下去 我在心里暗暗即食 很快要效起作用 柳如烟昏睡了过去 没错 我在里面加了安眠药 再加上柳如烟 最近身体本就虚弱犯捆 喝了之后 自然很快沉沉睡去了 客厅传来柳如烟的呼噜声 我皱着眉拿出 他放在衣兜里的手机 熟练地扯过他的拇指解锁 我打开他的微信 果然里面又多了一个客户 C 点进去看到的聊天记录 不堪入目 想来这就是那个赵川了 而他给我的备注是客户B 还真他妈开后宫啊 我冷笑着 用早就准备好的零件 掰开他的手机壳 再把监听器装了进去 最后把手机恢复原样 放回了柳如烟的异东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四日傍晚 我和张浩相约在咖啡厅 我拿出监听器和耳机 我和张浩一人一只耳机 根据小乔的陈述 柳如烟这几天之所以如此兴奋 是因为他频繁和赵川约会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每次都会选择 在不同的地方办事 上次趁柳如烟睡觉 我偷偷在他手机里 安装了监听器 为的就是这一刻 很快 耳机里传来柳如烟和赵川 打电话的声音 老婆 人家好想你呢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呀 一道南交音 直接贯穿了我和张浩的耳膜 柳如烟叹了口气 似乎十分忧愁 哎呀 我也想你 但你知道家里面那个老男人 最近查得紧 不然你以为我不想来 那便传来赵川的埋怨声 老婆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腹肌了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老公呀 听到这 我和张浩皆是一阵恶寒 柳如烟却对此十分受用 呸呸呸 你说什么呢 那个老男人婚后都不健身 我都不想被他碰 看哪里有你强悍 赵川乘胜追击 是吗 那你什么时候 跟那个老男人离婚啊 你明明说最想嫁的人是我 好好好 这不他身上还有点钱吗 再过两个月 我就跟他离婚嫁给你 赵川声音中带着惊喜 真的吗 那我今晚来哪里找你呢 真的 好了好了 今晚九点 你来天悦酒店找我 情侣套房1039 记得不要被人发现了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在心底冷笑 这柳如烟还真是会享受 天悦酒店是本事最贵的一所酒店 果然有了点钱就开始逍遥了 柳如烟之所以选择这家酒店 一方面是有钱了逍遥 另一方面是这家酒店隐私管理好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我兄弟家开的酒店 赵川立马会议 问了声 那你一定要早点去洗澡等我 电话挂断 我和张浩都摘下了耳机 张浩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小李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理所当然地回答 去抓奸啊 可是天悦酒店 不会让我们随便进去吧 我自信地宽慰他 我有办法 你先回家看着孩子 等我好消息 张浩脑洞大开 小李 你不会要做什么傻事吧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恨柳如烟 但你想杀他可不行 杀人是犯法的 我简直要被他笑死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 好了 你放心吧 为了个渣女我还不至于 好不容易把张浩劝走 我立马给兄弟打了个电话 一听我要报复渣女 兄弟立马激动了起来 扬言要跟我一起 把渣女碎尸万段 我俩很快在天悦酒店相遇 兄弟一进门就叫来了经理 以帮他爸爸 检查酒店卫生情况为由 我们很快到了 柳如烟定好的情侣房 酒店经理 把我们带到1039的门口 兄弟挥挥手 你先出去吧 我们进去看看情况 经理很爽快地答应我 毕竟兄弟可是 天悦酒店老板的独子 进门后 我和兄弟先把门关上 酒店安保很好 也很保护客人的隐私 除了走廊和电梯有摄像头 房间里绝对隐秘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了什么 柳如烟也不会知道 我迅速地朝床头柜走过去 情侣套房说白了 就是情趣房 房里的情趣东西少不了 而我 也正是跟着这一点来的 兄弟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拿起床边的润滑液 我知道 李伟 你该不会是要对这个动手吧 我点点头 在兄弟震惊的目光中 拿起那瓶润滑液 打开 然后把我的时效强力胶 掺了进去 这瓶强力胶 是我找了很多家才买到的 它拆封后 起初跟正常水一样 效果要等到一小时之后 才会显现 一旦发生作用 石头牛都拉不开 而现在正是八点零几分 柳如烟在电话里 告诉赵川 九点在酒店见面 为了万无一失 我把床头柜的 幼崽消失套也换了 换成了我在家里 早就处理好了的 沾了石啸强力胶的套子 外形与酒店的避孕套无意 做好这一切 只用了两三分钟 我和兄弟微笑着走出房间门 经理正等在门外 兄弟很聪明 立马说道 好了 这房间我们刚刚检查好了 酒店卫生没有问题 经理松了口气 辛苦少爷了 做完这一步 我和兄弟找了个 离酒店最近的饭馆 拿出监听器 开始关注柳如烟的动向 现在是八点十七分 赵川应该正在去酒店的路上 大约等了四十多分钟 监听器里传来了 男人兴奋的声音 老婆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不及了 紧接着砰的一声 应该是赵川 把柳如烟推倒在了床上 小妖精 看我不好好整治整治你 则 这酒店服务就是周到 什么用具都有 听到这 我忍不住期待了起来 果然 赵川埋怨的声音 从那边传来 等等 我涂点这个 这东西咋这么难拧开 我心里有一瞬的紧张 难不成浇水 现在就起作用吗 幸好这时柳如烟开始催促 快点啊老公 陷入激情的两人 根本来不及思考 这瓶液体有没有问题 很快赵川 把瓶子里的润滑液 倒了出来 老公马上疼你 赵川迫不及待的开始动作 啊 好痛 柳如烟很快惊呼出声 赵川刚开始还很兴奋 别怕 马上就爽了 下一秒 他整个人身体都僵住了 卧槽 怎么回事 啊 卧槽 我的命根子 赵川突然嚎叫起来 你别动了赵川 要死了 柳如烟也哭了起来 你干了什么 很快两人慌乱了起来 耳机瞬间被一阵哭叫声充斥 贱人 你对这个动了什么手脚 怎么回事 赵川开始破口大骂 柳如烟更是被气得要死 什么叫我动了手脚 明明是你先来的 你到底干了什么 死男人 现在怎么办 我哪里知道怎么办 真他妈倒霉死了 快打120了 老娘要死了 柳如烟开始哭泣 但已经没了以往的娇柔精致 赵川烦躁地回答 打什么 到时候被家里那个黄脸婆知道了 我就完了 呜呜呜 那现在怎么办啊 卧槽老子也不知道 痛死我了 柳如烟哭得更厉害了 不行 我受不了了 下一秒 叮咚叮咚的声音响起 这是天悦酒店的特色 每个房间的床头都会安装一个零 好让客人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 及时报警 别按 赵川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低声咒骂了一句 下一秒 1039的房门直接被冲撞开 一阵阵尖叫声传来 是的 因为柳如烟和赵川刚才一直在想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只顾着暗警报 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赤裸着身体 我摘掉耳机 打开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你们可以去天悦酒店楼下等着了 马上会有重大新闻 我早就安排好了一批记者 在天悦酒店附近等候 为的就是这一刻 电话挂断 兄弟疑惑地看着我 你在搞什么 我笑笑 送他们上新闻 当天晚上 一条名为男女为追求刺激 禁用胶水当润滑剂的新闻 火速登上微博热搜 配图是柳如烟趴在赵川身上 俩人赤裸着被抬上白色担架 当然 人物身体是打了马赛克的 甚至还有一段视频 视频里 赵川码头偏向一边 柳如烟死死捂着脸 别拍我别拍我 网友一度十分震惊地留言 一楼 真没想到原来真的有人为了追求刺激 能干出这种事 二楼 我直呼好家伙 第一次听说用胶水的 三楼 这不会是鸡和鸭吧 正常人谁这样干啊 很快有微博大开在下面留言 姐妹们吃瓜了 听说这两人不是情侣 那个女的有老公了 这是背着老公出来偷心了 舆论风向很快发生了变化 路人们无一例外痛恨这种女人 立马对其破口大骂 一楼 怪不得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真是活该 二楼 这样的女人就该死掉 说她下半辈子都不能忍到 三楼 楼上说的对 这种人就该死 进医院都算轻的了 据媒体跟进报道 柳如烟和赵川被送进医院后 医生对这种情况也是闻所未闻 最后通过统一方案决定将赵川阉割 两人才得以获救 而柳如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以后估计都很难怀孩子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网友们大呼振奋人心 据说当时赵川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了 气得昏聚了三次 甚至痛哭流涕 并报警说是天悦酒店的情剧用品害了她 但最后酒店人员在她的外衣兜里 发现了同款胶水 媒体实时报道 网友们纷纷控诉她贼喊捉贼 而柳如烟打开手机 看到铺天盖地的骂声又昏了过去 在这期间 她一次也没有跟我和张浩打电话 甚至还和张浩发消息说自己在出差 原因很简单 她的那份签字画押的保证书 还在张浩手里呢 一旦被张浩发现她出轨 她就要卷扑盖便流浪汗了 但很明显 我和张浩就等着这一刻了 次日 我和张浩一起 去柳如烟所在的医院探望她 走到病房门口 柳如烟还在对着护士发疯 嗓音大得离谱 滚啊 老娘不换药 听不懂人话吗 护士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开始嘀咕 要不是为了工资 谁愿意给你换药啊 自己什么B样自己不清楚 却不料被耳间的柳如烟听到了 你他妈说什么呢 信不信老娘投诉你 护士直接破罐子破摔 行啊 你去啊 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吗 老娘早就不想给你换药了 神经病 我看着破门而出的女护士 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和张浩进了病房 柳如烟的骂声传了过来 问 他妈的 不是滚了吗 怎么又要进来给我服务 柳如烟的声音里带着嘲讽 却在看见我和张浩的时候 眼神瞬间慌乱了起来 老公 李伟 你 你们怎么来了 张浩冷哼一声 我是来跟你离婚的 还记得你签的保证书吗 你说些什么啊 老公 柳如烟眼神躲闪 完全没了之前对护士嚣张的气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躺在医院吗 张浩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我在一旁提示 你现在可是上热搜的公众人物了吗 柳如烟像突然被刺激到了是的 李伟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一定是你挑拨我和老公的关系 你这个贱男人 柳如烟越说越激动 脸色胀红 甚至想要跳下床来打我 但因为下体受伤 现在只能在床上不停地扭动 想调冰死的鱼 我看着他这副滑稽的模样 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柳如烟 你现在还真是搞笑呢 像被淹了的女版太监 哦不 你就是 哈哈哈哈 听到女太监这两个字 柳如烟的脸瞬间就黑了下去 像吞了两斤响一样 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 我无视他憎恨的眼神 哎 谁能想到呢 你自己既然这么追求刺激 出轨搞得人尽皆知 也不知道你的老公 还会不会要你呢 柳如烟目自欲裂 见人 你休想挑衅我和老公的关系 他又马上看向一旁的张浩 老公 你千万别信他的话 我没有出轨 我就是 出了个小车祸 小车祸 张浩冷冷地看着他 我是好骗 但我不是瞎子 离婚吧 柳如烟 你近身出户 张浩拿出包里的文件 甩到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直接被打蒙了 柳如烟见事情都不住了 露出他真实面目 凭什么你想离就离 我不同意 张浩 我有你出轨的证据 和你之前的保证书 这回你不离也得离 我不同意 我是病人 我要睡觉了 柳如烟开始耍赖了 怕 我走上前去 毫不犹豫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柳如烟的一张脸 直接被我扇肿了 人也给扇猛了 愣了两秒 他才像疯狗一样 又开始瞪着我 你是不是想死了 贱男人 我跟你拼命 柳如烟大概是真的快要气炸了 不停地在床上扭动 这次直接从床上摔了下来 我拉着张浩后退一步 柳如烟刚好摔到我俩跟前 因为伤口的疼痛而脸色猙獰 用力嘶吼 你的贱人 我冷笑一声 柳如烟 你骗了我一年 这一年你是我的助我的 一直告诉我为我们未来打算 结果你是有福之福不说 现在还做出这种事 我打你 不是应该的吗 女太监 柳如烟趴在地上气得怒吼 脸色通红 当太监的滋味 怎么样 也怪你自己追求刺激 柳如烟猛的反应过来 是你干的 一定是你干的 是你把润滑剂换成胶水的 他又转头向张浩求助 激动到话都说不连贯 老公 是这个贱人 贱男人他害了我 你一定要帮我 可是没人理他 张浩也只是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我缓缓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被柳如烟蹭到的灰尘 淡淡说道 离婚协议 赶快签了吧 凭什么 今天你就是让我死在这 我也不会签的 我淡笑 是吗 一旁的张浩被他这副样子气到了 柳如烟 你别太过分 我看着地上的柳如烟 你知道的 张先生的父母很有钱 他们可不缺钱打官司 找律师 到时候闹上法庭 输的必然是你 我也不介意再送你上热搜 柳如烟一听到上热搜三个字 脸憋得便秘一样 两眼一翻差点就晕了过去 最终 他妥协道 我签 我签 很快 柳如烟被迫在离婚协议上面签字画压了 按照法律效益 柳如烟之前所有的存款 以及小孩的抚养权 都归张浩了 我拿走协议的时候 柳如烟的眼珠通红 像要瞪出来似的 张着嘴骂出极其难听的话 贱人 两个贱男人 三秒后 他竟然直接气晕了过去 我和张浩相视一笑 在离开医院之前 贴心地帮他叫了医生 至此 希望永不相见 晚安